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首先看背景 杜娟的婚礼的原作 集合美希老师她所出代表作就有不良仔与眼睛妹以及山田君与其人魔女 本身实力就很强硬 而这部杜娟的婚礼于2020年在杂志《周刊少年》上连载 连载卷数也相当可观 时至2022年2月单行本就已经出到了实卷 除此之外 杜娟的婚礼从诞生到至今的这段过程里 其所受到的功勋也不容小觑 早在连载初期的时候 她就引起了很大的反应 随后不久 杜娟的婚礼就登上了《周刊少年的封面图》 要知道 这时的她才刚刚开始连载 可想而知编辑部有多么重视她 杜娟的婚礼的影响力有多广 而根据非官方数据统计 杜娟的婚礼的这个上风速度 貌似是最快登上《周刊少年》封面的作品 但她所获得的成就还不单是这样 杜娟的婚礼漫画单行本的第一卷于2020年5月15日就开始发售 消情十分优秀就不用说了 但连续四个星期提出再版需求 可谓是蒋檀社于21世纪首次在新作第一卷的情况下创下这样的记录 而这同时也是蒋檀社史上再版速度最快的一卷 另外 本作还入围了2020年的下一部漫画大奖 并获得了第14名的好成绩 至此可不要以为第14名没什么了不起的 要知道这部作品只是童年才开始连载的 而且还是在连载第一年就得到了提名机会 这么一看是不是瞬间厉害起来了 所以说这么火的作品自然会被动画化 时间来到2022年的4月 两个月以前的时候杜娟的婚礼就已经做了PV 在过去的视频中我们也有简单的提及到 单从PV制作就能看出这部作品的作画有多么精良 而这第一弹的PV播放量就高达155万次 可以说是十分不错的成绩了 再提一嘴 说到动画话怎么可能不关注声优 而这么一看 阿硕也是有被震惊到 杜娟的婚礼的声优阵容可以说是一个豪华大套餐 主人公还也指的配音是石川借人 他的代表作有青春猪头少年 不会梦到兔女郎学姐的主人公 紫川笑泰 《一拳超人》里的金诺斯 《顿之勇者成名录》里的顿友 以及《排球少年》里的影山飞雄等等 而本作的女主角天野惠里香 她的配音是鬼头明里 又是歌手又是声优的她 所创下的成就也相当不错 代表作有总之就是很可爱的游奇思 鬼灭之刃的造门迷豆子等等 此外本作的其他声优也特别有名 妹妹海野兴的配音是小圆豪美 代表作有五指转生的陆琪西 灰叶大小姐的藤原千花等等 海野指的竞争对手 赖川迷的声优是东山奈央 代表作有《伪恋》里的女主角 同期千集 和《我的青春恋爱物语果然有问题》的 尤比宾结义等等 不得不说这声优阵容还真是没得挑了 所以从以上介绍的这些特点中 能够体会得到这部作品 在恋爱喜剧类的作品中 应该算是最受期待的了吧 好了 那么接下来 阿硕就来正式介绍一下里头的剧情内容 男主16岁 还野指 就读于斯立木黑川学院的高二学生 性格早熟且不太活泼 但头脑特别好 成绩优异 是全校年级排名第二的高材生 可这样的他竟然成长在黑社会家庭里 家人们时常开玩笑 表示他是捡来的 谁知最后还真不是新生的 而是被爆错了 虽然这个真相到来的很是突然 但男主是打定主意 不会离开现在的家 所以在这天 两家人相聚的日子里 男主带着这份决心踏上了征途 可就在这时 男主竟然直击了美少女轻生长颈 这可得了 男主二话不说 就上前把人给救了下来 但对方压根不是想轻生 只是想借位拍个视频 威胁他父母 不要让他结婚 不会吧 这年头16岁就包办婚姻了 男主对此感到震惊 但接下来更令他感到不可思议的是 这位在网络上很有名气的美少女 竟然用刚才的意外之爪威胁他 假扮男友 无奈之下 男主只好同意 而在这短暂相处过程结束后 少女留下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如果我的结婚对象是你就好了 好的 这就来满足你 因为这个一面之人的美少女 所言的结婚对象正是男主 而男主在幼时 互被爆错那个孩子 也便是他 双方父母既舍不得自己的孩子 也舍不得被爆错的孩子 所以他们一起想了个办法 就是结亲 这样一来 他们就能同时拥有两个孩子 得了 这下弄巧成拙 两人更是被资本家父亲 安排同居在了一起 突然来这么一出 男主心里确实是难以介绍 但女主接受的比他快 毕竟是朝夕相处的父亲 自己还是比较了解他的作风 于是女主向男主提出了 互不干涉的同居条约 但这规矩是立下了 可要想执行起来 却有点困难 同居第一天 男主刚美滋滋地睡上了 一个不会被家人所打扰的早晨 突然传来一声尖叫 男主赶忙起身查看情况 结果就出现了 浴室经典香艳场景 再来 女主作为一个资深的网络达人 日常自拍经营账号可不能少 本来男主并不想掺和其中 但奈何手机没电无法学习 这荒芜人烟的超级豪宅 来时匆忙的他只能求助女主 于是他便成为了女主的专属摄影师 这过程嘛懂得都懂 就和恋上换装娃娃一样 心动场景疯狂输出 看到这里 感觉甜甜的恋爱 已经离我们不远了呀 然而 关键的党争之战还没上演 关键人物之一 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 内心里很清楚自己喜欢哥哥 合法推倒妹妹 她不香吗 姐妹花双在怀 她不香吗 而且在得知 哥哥要去见亲生父母的时候 妹妹由于害怕哥哥消失 难过地哭了起来 如此连人的妹妹 谁能不爱 虽然平日里妹妹总是口是心非 对亲生姐姐也抱有复杂的感情 但实际上 她还是很关心家人的 关键人物二 同班同学的女学霸 家中经营着神社 男主的暗恋对象 也是竞争对象 永保年纪低的位置 所以被一直都有在努力学习的男主 视为绝对要超过的竞争对手 只不过天然代的她 压根不晓得这是 个性温柔且善于交际的她 在男生和女生圈子里都很受欢迎 但实际上 女学霸还有个特点 那就是她意外的很不服输 到此为止 前期的关键性人物全部到齐 故事也就此 越来越有意思起来 而她最有意思的脸 主要分为两个部分 其一 王道恋爱写剧 最近 王道恋爱的类型越来越少 而婚约这个设定就特别的王道 莫名给人一种很怀念的感觉 光是从这一点 就让人很想去了解这部作品 其二 登场人物的关系 这部作品的人物关系 还真是没有表面上那么普通 男主还以致的头脑虽然特别好 但能看出 在学习方面 她是下过苦功夫的 可尽管如此 男主仍是万年老二位 而第一名的宝座 一直稳居在一位 名叫赖川米的女孩子手上 同时 她也是男主的安联对象 关键信息来了 男主之所以那么努力学习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理由 就是他想要超过这个女生 然后 在超过这个女生 成为全校第一的时候 向她告白 这么一看 男主还挺懂浪漫 但这一切都因男主 不是自己亲妈的娃 给搅和了 因此 她名义上的妹妹 海野性 突然成为了未婚妻的妹妹 虽然海野性 一直都认为 海野只是自己的哥哥 但她却有种 非常浓厚的恋兄情节 这一下突然知道 哥哥不是哥哥了 那岂不是恋兄变恋爱 再来 真女主惠里香 一直拒绝着自己 那莫名其妙的婚约 其真实理由 因为涉及剧透 所以在这里 暂时就先不透露了 但阿硕想了想 还是给一个小小提示吧 关键信息 惠里香在网上很火 还是个知名网红 喜欢拍摄自己的生活账 与性感cosplay写真 刊登网上 除此之外 她坚持在网上投稿的原因 其实也和逃避婚姻的原因 出自于同一个目的 要是大家好奇的话 不妨去看看原作 介绍了这么久 也不知道大家 到底有没有看懂 这里面复杂的人物关系 毕竟就连官方自己 都戏称这种关系 为豪华的四角关系 虽然这是一部 王道恋爱喜剧动漫 但作品中 却也不乏细节 而这也正是 这部作品吸引人的地方 所以说 本季度的恋爱喜剧动漫 还真的都很有看透 有人说 他们都能和恋上 换装娃娃做对比 就阿硕个人而言的话 完全是各有千秋吧 杜鹃的婚约 在王道剧情加持下 观众的联益层 应该会比较宽 此外 作者之前几部作品 像山田君 与金人魔女 还有不良仔与眼镜妹 这两部作品 在女性的人气都挺高的 原因的话 阿硕猜测 这大概是因为 集合美希老师 笔下角色都特别可爱 这当然也是一处 很稀粉的点 而在剧情上 也还存在很多新动点 感觉这些特点 在动漫化后 也还会被不断放大 好了 本期内容到此为止 不知大家 最喜欢的角色 会是哪位呢 欢迎留言讨论 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阿硕会为你带来 更多的翻译咨询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traffic которыеビら간 我们下期不见不见 我们下期不见不见 是 请请中�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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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